大家好我是Ray 那Ray今天遇到一個小問題 今天在跟網友談論的時候啊 我才發現我這個問題 我本來以為是不是版本更新追的問題 更新到最新發現這個問題 可是呢 剛剛跟網友討論的結果好像是不太一樣 因為我把這個問題 我先跟各位說明一下是什麼問題好了 大家播放youtube影片的時候啊 我播放一次給大家看好了 這樣子 通常點錄影片的時候 就是會出現這樣 然後 現在他有 我停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應該收音比較好一點的 剛剛影片一起播放 我怕收音不清楚 就是呢 影片他目前就在時間右邊出現一個叉叉 而且現在不去動他的話 他那個叉叉永遠都會存在 不像以前舊版的youtube在播放的時候 他可能停個兩三秒之後 他就會消失了 可是現在的版本呢 他就一直會出現這個叉叉 那如果你不去點他的話 他就會在播放的時候一直出現 我播放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那就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不放話 你不把那個叉叉按掉的話 他就會一直在你影片播放的時候 顯示這個問題出來 所以呢 呃 我是想說這有沒有 到底是我設定錯誤 或是更新到最新的問題 然後 呃 應該是說好了 呃 我原本以為 是不是更新到最新版的問題 可是我剛剛用其他支手機 發現好像其他支手機 還是一樣跟舊版一樣 沒有這個問題 那目前就只有Nokia 8.1上面的播放出現這個問題 所以呢 我在想說 是不是我設定哪裡出了問題 或者是說 安卓9.0的更新 造成這個問題嗎 所以想跟 想麻煩大家一下 如果有發現這個問題的話呢 是不是可以 或是知道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的話 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下呢